高雄这名女外送员 她在25号中午呢 到这前京区的连锁便当店取餐 可是事实上呢 这系统有时候显示的地址 并没有那么精准嘛 显示的是隔壁的店家 女外送员当下觉得蛮奇怪的 于是就对着店员碎念了十几分钟 可是生气的不是店员 生气的是店员的老板 一气之下呢 对方是爆发了口角 整个场面蛮火爆的 那你家几号的啦 你家几号的啦 女外送员要便当店 不要再派单给她 老板说他们没权限 女外送员不信 转而跟其他人求证 可以叫系统不要派这个外送员 没办法啦 可以啦 不行啦 我不是恰恰啦 不懂真懂 好快哦 逢外送啦 女外送员跟老板双方冲突 一发不可收拾 两人还从店内吵到店外 你这是多少钱啊 你这是多少钱啊 好 你这是多少钱啊 出手 出手 出手人家 出手人家 挑战到处理的啦 好 便当店老板究竟问了什么事情 对女外送员下重话 店家出示监视器 还原情况 我们上次用另外一个电台 知道吗 我们聊聊天啊 原来女外送员来便当店取餐 发现店家实际地址 是在系统登记上的隔壁 女外送员觉得奇怪 对着店员碎念了十分钟 老板维护员工 双方爆发口角 因为我这边218跟216 对啊我小猫挂的就是说 我小猫那边的地址是挂216号 根据了解这家便当店为了增加订单 把实际店面跟隔壁摊位 通通都放上外送平台 外送员并没有跑错地方 但可能是等餐等太久 不耐烦碎嘴了几句点燃战火 记得先来更新报道